那時候講的那個crypto 比特幣 當然我不是一個幣圈的專家 但是見到它在一個高位 然後就炸下來 這一段如果給我們一些 不是天天在炒幣的朋友 其實這一段時間是非常之極難操作 所以未買就可以等一等 不要那麼心急 如果買了 自己緊守著那些子彈位 都是需要減貨 因為比特幣一定要再提醒 它本身就是一些極高風險的東西 它有ETF本身已經是令到風險減低了 你說放大槓桿那些 直接是跟賭錢沒有分別 所以如果大家是新手 未買過crypto的 這個時間不 favor 新手 不要在這件事去做 不要現在去做 但是它前幾天 不是試過衝高了之後 突然閃電的回落起來 其實如果那一天在低位 撈到一點點貨的話 到今天都應該有一點點利潤在手 其實這個操作 是不是ok呢 一回落就加貨的話 不要那麼多幻想 因為去那裏 去那裏30秒內完成 快速有時3、5秒 3、5秒已經完了 那一刻的行動是為了殺倉 過了15億美金 幾個人 你不要去想這些操作做不做得到 你要去想 那我現在怎樣是能夠最舒服地贏得到 那現在這個時間一定不是最舒服地贏得到 比特幣呢 那就是等一下 那些概念股那些都一樣的 是不是 我見Micro strategy其實都幾誇張的 近期 就是有時又升兩成 有時又跌一成幾 就是這一類型的概念股 是不是都不跟進呢 不跟進 Coinbase、MARA、Micro strategy 所有不要亂來 算數了 就是你要走去買的 你等低位買一些 炎貨ETF也好 你買3066也好 都ok 但是這些概念股 它本身 第一 因為比特幣而走去炒 你連比特幣 比特幣這個underlying 就當它underlying 你掌握不了 那其他那些 去那個波動這麼大 你怎樣去拿捏呢 那既然是這樣 不如就不要搞了